141月七处三观点 他说 这个色的极灭 灭到极 未换离如实之 那么如是受想行事 受想行就简略 然后是又说 是极 是灭到极 是未换离 他说云而色 他现在开始解释 云而色如实之 就是 那什么是色 什么是色 那他说 这个诸所有色 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跟前面的 其实跟前面那一部间 一样 他一样是这样讲 云而色如实之 之所有色 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好 那这里都是跟前面说的 153间其实是讲的差不多是一样 好 那他说 云而色极如实之 那他这里讲 爱喜事名色极 那因为这里的爱喜事名色极 如是色极如实之 然后后面讲到位如实之 那么色因缘生喜乐 是名色味 那么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色极 是色爱喜 是名色极 那一般来讲 讲到这个极的话 比如说我们从苦极灭到 这样来说 那么色 讲到因为 我们先把这个念完 念到这个色味如实之 然后再来做分别好了 那现在先看 什么叫做色极 写起来好了 你们一下方便 方便我们做整理 那么他这里讲 色 四大 四大所造 其实就是物质性的 那么重点是在讲 这个身心的身 当然包括 身之外的一切物质现象 然而凭着生意所得的 色身相味处 基本上是这样 这都包括色里面 那么色极 那我们说刚才讲 其实这个重点就讲苦 那么因为身心 它重点 身基本上是变化了 是苦 那么都是五蕴 色极 色极 那么这里的色极 讲的是 爱喜 世民色极 那么前面那一部经 叫做 鱼色喜爱 就前面一部三经 我们可以翻过去前面看 它是写什么叫色极 鱼色喜爱 好 那这个爱喜鱼色 那一样 色极 好 那么色面 爱喜面 色面爱喜面 没有这个爱喜 没有这个爱喜的 那前面那一部经是写 我们来看一下 它写色灭是什么 色极 它没有灭 它只有味 色极色味 这前面没有 前面一五三经 是色极 味患理 它第二节色极味患理 那么这个灭道基 就是道 那其实色灭道基 灭的方法 那其实是道 那么前面只有写色极 味患理 好 这里色灭 是什么 那这里讲到 爱喜灭 那么灭道基 就拔正道 那其实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可以说 其实它这里 前面就是苦 就是苦 好 那它这里又讲 色味 我们来看 色味是什么 以色因缘生喜乐 这个色当然就是 你把它扩充起来 就是五蕴 以身心 生喜乐 色因缘生喜乐 那么患 色味患 患是 患是 无常便义 色无常苦便义 是无常故苦 这个叫做色欢 那么色离 它这里讲的就是 调腑 于色调腑一滩 于色 调腑一滩 它重点在调腑一滩 断一滩 月一滩 这是我们说的 调腑烦恼 断除烦恼 他们把烦恼 断除旧禁 那么 你断除烦恼 烦恼有很多 你断除三节 也是断除烦恼 但是还没旧禁 说还没超越 还没超越生死 所以它这里是 调腑一滩 断一滩 调腑断 跟月一滩 好 那这个大概是 它这里的一个解释 那后面就都一样 受想行事 那么都是 极灭未犯 这个色 然后后面就受想行事 这个就是无韵 我们可以这么说 色 然后之后就是无韵 受想行事 其实就是无韵 那么 无韵 基本上就是身心现象 那身心现象 是生命现象里面的 一段 我们整个生命 轮回 生死 生死 那么我们把这个道理稍微讲一下 那通常 我们最熟悉的讲缘起 就是此故彼 此有故彼又此无故彼 那说什么 那有外道问佛 那么就是婆罗门 那么来问佛 因为他听说 听说这个 加比罗尔果 一个王子出家 那么 成佛 非常庄严 非常殊胜 非常有智慧 非常慈悲 他去到婆罗门村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婆罗门 那个婆罗门村的那个村长 长老 长者 然后听说了 就带领他们的婆罗门说 就跟他们说 听说 这个加比罗尔果的王子出家 那成佛 非常殊胜 非常庄严 非常有智慧 非常慈悲 我们去见见他 所以 这个婆罗门村的村长 就带领这些婆罗门 然后去 第一个 对句话 我去问 沙门曲坛 都是叫沙门曲坛 那么 你都说些什么 佛陀怎么回答 我论阴说阴 在后面的清整 讲元气 完那边就有 我论阴说阴 我说元气 我说元气 论阴说阴 就是讲元气 那元气 接着他讲什么 有因有缘 什么叫做元气 有因有缘事件 几 我们讲到这个 有因有缘事件面 这里呢 有因有缘事件面 有因有缘 这个因缘就是道 事件面 这里有个急面 这里有个有因有缘 那讲详细就是 有因有缘事件急 有因有缘急事件 有因有缘事件面 有因有缘事件面 有因有缘事件 那么这个急放在前面 这个面放在前面 面事件就是 有因有缘事件 用这个道 来让他得到面 来面 来面这个事件是什么 苦运事件 面这个苦 其实就是苦 我们讲过 那么有因有缘急事件 有因有缘 形成了这个事件 那什么样形成这个事件呢 那如果讲 如果讲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先了解这个 然后再去了解这个 那有因有缘事件急 有因有缘急事件 有因有缘事件 这样的形成 有因有缘形成 这样的事件 那么我们把这个事件 有因有缘事件 形成 这样的形成 那有因有缘形成 形成了这样的事件 急就是出现 它的因 一般讲它的因 它出现了 机具 那么成了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主要 事件主要在讲 五蕴事件 讲到这里 我们讲事件有三种 五蕴事件 友情事件 国土事件 那么因为五蕴事件 它其实就在讲 身心互为缘起 身心互为缘起 那么有情事件 是在讲 自他互为缘起 自跟他互为缘起 那么其他的有情 那么国土事件 讲心互为缘起 心跟互 那我们讲心跟近 言而彼则 身亦所面对的 这身相位触法 所以我常常讲 有三种缘起 身心互为缘起 自他互为缘起 跟心近互为缘起 那一般有说心互 那我们说心近 心近互为缘起 那心近互为缘起 自己的讲 就是六根对六成 十二处 那么眼睛看到 外面的境界 包括其他的人 包括树木草木这一些 接触到冷热 这种种的这一些 都在这个国土事件里面 好 所以 这个缘起里面 有因有缘 主要是这个五因事件 有因有缘 我们的生命形成 那五因 这个包括所谓的 生命现象跟身心现象 你看 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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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生的状态 那死之后又生 这是一种生命现象 不断生死的轮回 不断轮回 轮回是一种生命现象 然后它会变化 人生到天 天就下来做人 做男的 做你的 黄皮肤 黑皮肤 黄头发 没有黄头发的 红头发 黑头发 白头发 反正是不同的 那么 生死死生 这个是生命 那么生的当下 生的当下 从人来讲就是五因生 这个生死之间 就是这个五因生的变化 五因生的老跟病 五因生的变化 是这个五因生在生死 从现在来讲 从现在来讲 那未来的生不一定是 这个生 人生不一定是人生 这个是人生 那么五因 它不断地变化 那么最初形成 跟最后消失 那我们叫做生 那么生死之间 就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 都意义什么呢 意义这个人生里面 五因里面有所谓的身心 身心现象 那心有所谓的受想形 受想形式 那这个受想形式 对这个身 或是对这个境 对这个境 对这个受想形 这个身心里面的心 对这个 其他的友情 对其他的境界 那么产生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 在生跟死之间 它是不断地变化 叫做赤胜 叫做五因赤胜 那么它不断地变化 它是意义什么变化 意义所面对的境 所自在的身 这个心为什么会变化 我们看一下 这个心为什么会变化 意义身 意义其他的这个境 其他的这个境 有情 有情事件跟国土事件 那不断地产生变化 不断地产生变化 意义境 那这个境 有 有人跟非人的 有情跟无情的 非人 我们不能讲非人 非人也是有情 就是有情跟无情 那我们说的就是 有情事件跟国土事件 跟无情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 事实上 这个是环境的 环境的 因为环境 所在的环境 那还有你周边的 这些人事物 我们说这些 所谓的人事物 人事物 那么不断地产生 新的变化 那这些变化 就导致于 未来的身 有不同的变化 那如果好的变化 比如说 这个现在是人 乳运 那可能 你有好的变化 就变成天 或是人 长寿 健康 富贵 那么如果不好的 那么就变成 三二道 一一二鬼畜生 那么不断不断在变化 不断不断在变化 这个心 那么 这个心 它通常 聚足了两个 一个叫做无名 一个叫做贪爱 因为有这两个根本 它不断在变化 那这两个根本 不断变化 所以 这个武运 就叫做武曲运 我们的武运 这个武运 因为它具足无名 主要是无名 那无名一定会产生贪爱 叫见祸失祸 见祸 那么 这两个 因为它里面包含这两个 一出生的时候就有 所以 生到死之间 不一定有 假设你在 二十岁的时候 震阿罗汉 那 你二十岁以前 那个叫无曲运 二十岁 当然这个身体本身就是 因为 因为 直取而有的 因为过 直取这个 无名 才有的 夜暴生 它是夜暴生 所以它这个身是夜暴生 它这个身叫做夜暴生 那么夜暴里面 主要 依夜暴 感召而有的 这个色身 夜暴的色身 那么 这个夜暴是从烦恼 主要是从无名贪爱来的 所以 元起最开始就是无名 因为无名 那么 贪爱 行贪爱 然后造业 那么 所以形成这样的 身心事件 那么这个身心事件 又因为变化 四名色 这个是五印事件 那么 四名色 那么它到底怎么又产生 下一个世间的呢 下一个五印生 或下一个友情 那么 这就是 六路促受爱取 那又形成下一个友情 就是有 六路促 你看就讲这个 六路促 所在讲这个身心 是怎么变化的 我们的身心 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过去是怎么变化来的 简单讲 无名贪爱 夜 一夜而有 那夜是怎么来的 夜怎么来 夜 就是从 从六根对六成 起种种的烦恼 那么造种种的夜 所以这里就是在讲什么 四名色 六路促受爱 取 那么 所以又会形成 未来的 五印生 未来的这个生死 那未来的生死 又必然 必然就爱取 友 友就有未来的生死 未来的生死 又必然会有生跟死 就简单讲 生跟死 那生跟死之间 就是什么 四名色六路促受爱取 就在这里 那到最后又死 就这样 那累积 累积到最后又死 那么 所以 它这个 原起是在讲这个东西 那么 所以它让你了解 你这个身 你这个身心 怎么 第一个身心是什么 什么是身心现象 那身心 我们这个身体到底是 是个什么 就跟你讲 五印 射受想形式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身心现象 有阴有缘 世间级 为什么会有这种身心 为什么会有这种生命 有情世间级 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 为什么我出生在阿拉伯 为什么我出生在美国 为什么我出生在台湾 不同的环境 那么这个一切都是一夜报 那夜报是怎么来的 心照做来的 那心怎么照做 心面对静 面对身 执着这个身 执着这个静 那么执着而不舍 爱取 那么执着不舍当中 一定有无名贪爱 所以取里面有我语取 有欲取 那你又不知道道 不知道怎么样断这个取 所以有借进取 有见取 那么所以你才会怎么样 你才会不断地轮回 所以无名所富 爱解所欣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就讲这个道理 那所以他讲 有阴有缘世间级 有阴有缘世间面 那这个级就是 有阴有缘形成的这个世间 那么通常 苦极灭道的极是苦因 如果我们这个来讲 如果以苦极灭道的苦 苦来讲 苦是苦果 这个是果报生 这个无印生是果报生 那极呢 极一定是讲因 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生 那通常这个爱喜 它是指 以爱喜为有的业 于色喜 于无印 那么如果从 比如说有 有是有五报生 如果从 我们从这个身心怎么来 如果从缘起看 我们稍微来了解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 一爱喜跟一色 因缘生喜乐 有没有 差不多一样 但是它其实是讲不同的事的 比如说 我们看 无明 缘起是这样 无明 行 是 明色 这个写下来 明色喜 无明 行 是明色六路 出 受 爱 取 有 好 那这个生死是总说 生老死 又被苦恼 总说是苦 就是我们前面这里讲的 生老死又被苦恼 好 那么 这个是在讲我们现在的 无印生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感得持 无印之生 有事之生 有事之生 好 这个无印生 那无印生是怎么来的 略说 因为 写他讲的 略说 因为无明跟贪爱 或者说 因为无明跟业 都可以 这个就是因为贪爱而有的 因贪爱而有的造业 因贪爱 因无明 起贪爱 通常是这样 如果详细说 他就是 因无明 无明是什么 我贪 我们就根本说 因我贪 有什么 我爱 因我贪 有我爱 因我爱 我所爱 我贪 我所贪 有我爱 我所爱 因我爱 而什么 而起烦恼造业 起莫造业 这个就是烦恼 这个就是烦恼 因我贪 有我爱 因我爱 而造作 而造业 造善恶业 造业有善恶业 而造善恶业 有些人为了自己好 伤害别人 有些人为了自己好 去帮助别人 所以不一样 他都是为自己好 你会伤害别人 去抢人家的钱 你会去布施给别人 都是为自己好 可是那个想法不一样 但是都为自己好 他造善恶业 但是问题 这两种人都会轮回 因为他为自己 他有我贱 有我爱 但是如果 一开始我们也是这样修 我们也是为了自己解脱 对不对 为了自己离苦 但是我们这个是 有一个就是 向解脱的 这个是向解脱 他不这样 因为我是带着我贱我爱 在离我贱我爱 他这个是向解脱的 所以他比较重在 那个信空会 所以金刚经就 把这个提出来 波罗经把这个提出来 不注射身相畏处法 而行什么 故事 就讲这个 好 那么你看 因我贱我爱 照善恶业 所以在这里是什么 照善恶业 好 那这个急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苦 这个是什么 苦来的 这是急 这个其实就是急 苦 苦是怎么心情的 往前看 就是 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急事件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 那么这个是详细说 这个就是 这个又是事件 未来的事件 未来 你现在是人 你后来升天 后来剁三恶道 又是这个有 三有 这个有是三有 欲有色有 无色有 好 那么 这个就是详细的说明 那怎么样 有因有缘 事件急 有因有缘 急事件 有因有缘 事件急 他到底 那这个详细是怎么 这个到底是怎么 怎么起来的 无名跟贪爱 我见我爱 到底都是怎么行前的 好 那他就是从六路处 六路处 六路 内六路 外六路 六根 这个五蕴 另外一种 生烦恼的 基本上是从六根 我见我爱 怎么样造作 六根对六层 内六处 外六处 那么产生 心理反应 这个处受 都是心理反应 处 具受 想失 详细讲 后面就想跟失 那么 处 受 那么以受为代表 苦受 热受 感受 那种种的心 所 那么处之后 有受 那么就是 这个是心理反应 最初的心理反应 这个是感觉 这个是感受 那么 想清楚 还有想跟失 但其实用感受来代表 那么 对这种感受 起什么 起爱来 起爱证 起爱证 好的 就起爱 我爱 我爱就形成 那么你因为 你因为直取 所以 有我见 又会起我爱 这个我见 我爱 那么 他们就会直取 直取不舍 相续 相续 所以这个取里面 具体讲 有我语取 有我见 但是基本上 我爱还是 我爱一定从我见来 我爱一定从我见来 所以你 你我爱我见 你又开始怎么样 开始直取 相续 你相续过去的 这个前面的 我爱我见 相续前面的 我爱我见 所以 它又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有 又形成另外一个 无取运 所以这个有 就变成无取运 那一开始 这个也是无取运 但是如果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把烦恼断掉了 你这个 一 你这个夜报真 当然是因为 你过去 我爱我见来的 但是你现在 这个夜报真 不再直取 那么就从 无取运 转成什么 无运 你未来就不再受生死 就没有直取了 你不直取 你现在已经 比如说舍利弗 目见人 他还没有解脱之前 他是无取运 但是他解脱了之后 他的过去 是无取运来的 但现在 这个无运 亲近 就是 他内在 不再直取 不再直取 所以可以讲 他是无运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 这个过程 还要从瘦里面开始 从这个瘦 触瘦 感受 感受 以佛法来讲 你可以先 因为你不能不感受 每一个人都会有 就算胜责也会苦 他不吃饭也会饿 这个释迦佛 那么厉害 吃了这个最后 这个唇头的供养 拉肚子中毒 他也痛苦 他走路走到 久了 酸了 他也要休息 他口渴了 也叫 那你去跟我 要一点水来 所以 生本身就会苦 因为他这个是 由无取运而有的 夜暴生 所以他本身就 一定会导致于苦 可是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做 生受心不受 生苦心不苦 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生苦心不苦 要怎么办 要先控制 觉察控制 调腹 就从这个地方下手 所以基本上 有因有缘 即世间 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即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即 世间即 就有这个 有 然后生死 有因有缘 形成这样的状态 有因有缘 即世间 就是有因有缘 形成了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身心 有因有缘 这样的身心 又形成了 其实就是讲这个 所以 己来讲 这个己来讲 他这里讲爱喜 那么一色喜爱 其实就是 依着无名 依着无名 贪害而所造业 色受想行 有五运 这个色 你不要看到 这个色 它就是五运 对这个身心 产生什么 贪害 染灼 有我见我爱 有我见我爱 它是这个 五运 身心的因 我见我爱 是五运 身心的根本因 那么因为 那 再细一部讲 那为什么会有 我见我爱 那么就是在境界上 触受爱 取有 六根对六成 又产生 不断地产生 那又会形成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的生死因 所以这个己 现在来看 基本上 它讲爱 那么其实 其实 这个是苦己的己 己是什么 苦因 苦因是什么 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我见我爱 就这样 那这样你就不会乱掉 你说那这样 那为 那余色因缘生喜乐 那其实这里主要就是 你要 就是这个是苦己面道的己 有因有缘 世间己 那个因缘 那其实就是 那这个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面 道 就八正道 有因有缘世间面 所以你政见 正思为 正与正业正面 正与正业正面 就不造业了 不造恶业了 那可以 可以趋向解脱的业 那么正念正丁 就要引发无落会 正见正思为 就是要先有这个会 要有文师修会 要有文师会 文师会 那么依这个文师会 那不造恶业 那这个文会 师会 重点在哪里 知道缘起 知道无常 知道无我 那么知道无常 你就不会对这个 无印生 起什么 起贪爱 那么知道苦 你就会怎么样 苦从哪里来 从恶业来 你就会克制烦恼 不造恶业 那从这个地方讲 听得清楚吗 好 那所以 因为他这里讲的 比较 比较 翻译的问题 那我们会乱掉 会乱掉 那你这样讲 你就比较 就比较清楚 就 这个 这个写的 我都看不清楚了 外来话去 不过我讲了 你们知道了 就你们自己写了 你一定要把它贯通 你不能把它贯通 你会乱掉 又有翻译的问题 又有文化的问题 又有文字的问题 所以 所以 有时候 多就会乱 多就会乱 那但是 你能够贯通的话 那么多不会乱 就能够让你 理清楚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就来看 因为他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让他知道了 所以你看 不然你不知道 那到底爱喜 那么 色己如实之 爱喜是色己 那后面又 以色爱喜是患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写两个 那你就会乱掉 那其实不是 前面的主要就是 主要的烦恼 我见我爱 于 那这个色爱喜 是于我 于我 我爱 我喜 那我爱一定从我见来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这个叫做色己如实之 色面 就你把 我见 那你怎么样 才能 才能真正得解脱 你我见 我爱断掉 你就得解脱 我爱断掉 就是 玉滩 色滩 无色滩 断掉了 那么一定是阿罗汉 那色滩 无色滩 断掉 就阿罗汉 那玉滩 断掉 正三国 玉滩 断掉 正三国 那么色滩如色滩 断掉 正阿罗汉 那我见 分别我见 分别我见 断掉 正出国 最深我见 断掉 正阿罗汉 所以我见我爱 就断 阿罗汉 我见我爱断掉 就正阿罗汉 基本上讲这个 所以色灭如实之 这个爱喜灭 你看 有没有 所以这个爱喜 只要是指什么 我爱 爱喜只要是指我爱 喜爱这个我 只要指我爱 这样你就不会乱掉 不然你跟后面 那个胃换你那个胃 那个胃换你那个胃 当然也是 玉滩色滩 无色滩 但是对这个境界 只要是先从 无意下手 好 爱喜灭 世民色滅 那么你根本的 你如果 你如果这个色滩断掉 玉滩断掉 那还有色滩 无色滩 你会生色戒 色滩断掉 还有无色滩 当然色滩不能 色滩跟无色滩 是一起断掉的 没有说先断色滩 再断无色滩 没有 色滩无色滩 都一起断掉 好 你把色滩断掉了 无色滩就会 也断掉 那色滩扶住 色滩扶住不起 你就会生到无色戒 玉滩断掉 你不会来玉戒 叫不然 但玉滩扶住 玉滩扶住 你会生色戒 所以凡夫也会生色戒 无色戒 他以禅定 把玉滩扶住 但是他没有断掉 但是断掉了 他就会震三果 其实是这样 所以说 爱洗灭 爱洗其实就是我爱 我爱 那么灭掉了 那么 你这个 你这个 我所爱灭掉了 那么 这个我就没有了 那么就出解脱 就解脱了 心解脱会解脱 其实是这样 所以前面讲 心解脱会解脱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如是色灭 如实之 那如实之就是 你要清楚 怎么灭这个 爱我爱 那我这个身体 其实如实之就是 你正确清楚地知道 那么第一个 色如实之是什么 五蕴如实之 五蕴如实之是什么 你知道我这个五蕴身心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么 先开始是 四大集四大首造社 就是说 我这个五蕴身心 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 这个我 这个我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什么 色受想行事 那色又是什么 四大集四大首造社 那受是什么 受是感受 感受怎么来 感受就是 跟尘世和尔生处 处去受想事 就这样来的 就是心面对境界 那么 试去分别 然后就起 就去感受 这个是苦 这个是乐 那想 所以它是一种 情感作用 那想是一种 认识作用 认识这个尽而已 认识这个尽 领纳印象 那行 就是抉择 思虑 那是 是了别 认清 知道你的受 你的想 你的行 那这个是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它了别 那么 这些都是心的作用 我们叫做心锁 那当然后来就讲了很多 把这个心锁 就讲非常非常多的心锁 一百多个心锁 那如果拒责论的话 好像三四十个 就几个心锁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论师就把这些心锁 讲得更为细 讲得更细 就从简到反 那后来 出几大圣 又有反到简 又讲 又太多了 太复杂了 那学过了 那你又把它归纳 提纲气要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 不派 大比佛萨论 一生六十论 那么多 太多了 太复杂了 一般人学不来 学了也搞不清楚 所以它提纲气要 做一个聚舍论 这其实 所有的法都在讲 有肉到无肉 有肉的原因果 无肉的原因果 聚舍论就讲这个 一样 有因有缘事件起 你看 所以 它也是一缘起讲的 你看聚舍论 它是这样的 有肉的 无肉的 原因果 从果开始讲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无运 这个就是世间 所以它一开始 先分别运处件 然后有因有缘 果 那么有因有缘 那怎么样 怎么样有这个 五印身心 这个是五印身心 我们是人 是三界六道 凡夫 有肉的凡夫 果就是三界六道 一样 这有情世间 那我们从人来讲 那人有无运 所以它讲运处界 它第一章第二章都讲运处界 然后因是什么 你看 它也是这样写 它就归纳太多了 不怕解决太多了 那因为什么 因为业 有很多业 有种种的业 有种种的业 善业 恶业 无记业 有肉业 无肉业 然后有非常多的业 那么 那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造业 那么就是什么 烦恼 种种的烦恼 见祸 失祸 就种种的烦恼 那这个是根本因 但是从业来讲 它是因 那 从报来讲 业是因 其实是这样 因为一业轮回 一业轮回 那无肉果是什么 四酸八倍 那 原因果 原 因果 从 从有肉果 从凡夫到圣人 这个是四酸八倍 那为什么可以 正 为什么可以 得解脱 一切闲义 皆以无为法 有差别 因为无肉会 因为无肉会 那无肉会 怎么会有无肉会的 要有定 所以它这个就是定跟会 那定有几种 会有几种 解脱的果报有几种 你看 就很简单 它就叫做提刚气药 大刚中药 都把你列出来 那你就很简单 你就知道 原来在成这个 那我们现在学这个阿汉经 也要这样 你要常常把那个 把那个佛法 那个重心要先抓出来 不然 你分析分析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好像你那巷子 绕啊绕啊绕不出来 你在巷子那边绕 那这样不行 你时时 你绕一绕就知道 我现在是在哪里 哪里 哪里 什么路 什么巷 什么弄里面的 几路几路几巷里面 那一起间 你这个要清楚 你不要读一读读一读 细的知道 读的乱掉了 很容易我告诉你 因为它这个翻来覆地 翻来覆地 一下子这样讲 一下子那样讲 你如果没有每次都把它 拿来 拿来就是提纲器要 就是 你那个在 你就不会乱掉 所以每次要跟大家 稍微讲一下 讲一下 让大家不会乱掉 不然你看前面 有这样讲 有的讲运触戒 有的讲运触延期 有的讲戒触延期 就讲得非常多 有的讲极灭未幻灵 有的讲极灭到未幻灵 有的讲极未幻灵 有的只讲未幻灵 就这样 有的这样讲 有的那样讲 比如刚才讲那个极 余色爱喜是极 那个未 余色喜爱 那你这样到底 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呢 不一样 这是翻译的问题 那你就知道 你就要讲到 有因有缘事先极 那你就马上知道 把这个提纲器要 所以你看那个大皮膚 都两百卷 那句子而论 极卷就把它解决了 就知道 其他的都是分析 那些名项的 什么 就那么多的 但是你倒是知道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如果要学习这个东西 就是学习 我们也都要常常 所以有时候也要做笔记 就是你要把那些 那不知道就翻一看一下 翻一看一下 要常常做 那把重点 那么你不知道 就要拿个纸这样画 这样画 自己要做那个 提纲器药 那因为有时候会忘记 所以你再翻回去看 你就会知道 那一开始都要这样做 那么你就比较清楚 那不然 有时候会忘记 有时候年纪大也会忘记 那么 我说你没有很清楚 也会忘记 那清楚有时候 我一时记不起来也会 那你就翻回去看 那么越看 你就越清楚 那么你就可以中贯 贯通 你可以贯通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要注意有三个 就是三种论 阿比达摩就是分析到 比如说色是什么 瘦是什么 想是什么 有几种瘦 有几种想 那么有几种形 这些分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五蕴 什么是五曲蕴 什么是五阴 什么是五概 那为什么都是五蕴 有时候叫做五蕴 有时候叫做五蕴 有时候叫做五重 这一些都清楚 这个是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原来是要 了解他原来真正的意思 进入他真正在讲些什么 他清楚明确的 知道他在说什么 其实阿比达摩最初 就是要如实之的 可是后来都变成分别名相 分别名相不知羞 入海涮沙涂自体 你叫大师郑道哥讲的 后来的学术研究 都会变成这样 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绕不出去 不要分别名相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分别名相不知羞 我们是分别名相清楚 了解 这在讲些什么 清楚了解在讲些什么 然后 讲了那么多 那么你要能够提纲气药 这个叫做摩丹尼迦 大中纲药 阿比达摩分别 自相共相 所有的名相 这些都知道 清楚了解 每一个名相 背后的内涵是什么 法跟义 清楚 这个是阿比达摩 摩丹尼迦是 你了解 这那么多 那么多 你能够提纲气药 大中纲药 你能够知道 刚才跟大家做的就是 那么多 你要知道 有什么差别 大中纲药 那最重要的是 困热 是贯通 刚才跟大家就是在做贯通 有因缘世间起 有因缘世间 那这里怎么说 那其他的地方怎么说 那为什么这样 要做贯通 那就三种论 佛法就三种论 阿比达摩 摩丹尼迦 困热 你三种要交互运用 既要细的名相 你要既要知道 那么整个所有佛法的 大中纲药 你要知道 佛法跟佛法之间的差别 你要贯通 这个经跟这个经 这个论跟这个论 这样说 所以你看 这个佛陀跟罗霍罗讲 五蕴 什么是五蕴 你要很清楚 五蕴无我 你要很清楚 你有去好好认真学习吗 他就去认真学习 什么叫五蕴 那是他还不能解脱 那怎么办 六处 那六处是什么 这个都是阿比达摩 那么五蕴六处 缘起 那么这三个都学了 还不会怎么办 你要知道 他大概在讲这些什么 你要知道 你就是从这三个里面 那你怎么整合 整合成一个 那差别在上元旗 我们刚才讲 无名形式 名色六处 是IQ 那它里面就有什么 五蕴六处 那里面就有 那也有这个 极灭二万里 都有 那你要怎么做整合 你要整合一个钢 然后你要贯通 你要贯通 你要这个跟这个 要水灵所有通 你知道 你知道 那这样 这样慢慢慢慢 你对佛法的清晰度 就越来越过 那你的疑惑 会越来越少 所以 第一个就是 于四地无疑 你要断我见 三结 我见 接近取疑 你看 它不让我来 你看 我们重点不是 要把阿含经讲完 我们重点不是 把所有的经 都读完讲完 学会 不是 我们重点是 我们学什么经 我们这一部经 我们就会 你全部学完了 你都不会 而且学多了 你更乱 那没有意义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重点是 我们每学一部经 这一部经 就让我们对佛法 更加深刻 更加了解 对我们更有作用 对我们的身心 更清楚 对我们的反应 更清晰 然后 每一部经 每一部经 我们都可以 跟其他的经 做贯通 没有 中间没有任何的 所以对你现在 所学的法 没有任何的怀疑 要清楚 这如实之 对于你现在 所学的法 清楚 明白 对于过去 所学的法 记忆不忘 记得 因为 那你现在深刻 你才能够记得起来 你现在不深刻 是懂非懂 明天 后天 一个礼拜 一个月就忘记了 你非常的深刻 过了明天 你还记得 对过去 所学的法 没有忘记 对现在 所学的法 清楚明白 那么 这个是 比较重要的 那你 比如说 断三节 三节的核心 是什么 我见 断我见 就正圣者 这正出国 断我见 就正出国 所以 超凡路圣 超凡路圣 这个是圣道 超凡路圣 其实就在我见 那么讲多的 就是我见 我爱 好 那么 那么再多一点 就是我所见 我所爱 那么再多一点 我见 就分成两个 一个是 以爱 一个是后友爱 那 我爱 就分两个 比比喜乐 比比喜乐 喜探句型 对现前的贪爱 对 已经拥有的 贪爱 对没有拥有的 追求 就这样 你如果要 这个都是在 跟你们做整合 你们要 想到这个 你就知道 你一直延伸下来 你都知道 在想什么 你清楚 明白 这个你一定要先有 要不然 你知道这个 忘记那个 知道这个 不知道那个 那不行 比如说 你说 我见 就有我所见 我爱 就有我所爱 那什么 如果是我见 我所见 那怎么分 我见 如果以色为我 那受想 就是我所 以色为我 色受想 就是我所 这是一个 那么以自己为我 他人就是我所 其实就是 我的父母 我的车子 我的什么 就是国土世间 跟友情世间 以无印身心为我 那这个我又有分 我又有分 挤运我 离运我 相载我 就这样 你这样 你了解了 每一个都清楚 你可以一直画 一直画 没问题的 所以它就贯通 那你要清楚这个 那简单讲 详细讲 综合来讲 你都会 你要把这个东西 先弄清楚 你要好好想 好啊 比如说好 那现在来讲 我见 比如说 那我见是什么 第一个我见是什么 那怎么样去我见 那又是一个方法 那就是道的问题 那我爱是什么 比如说 我现在是举个例 跟大家讲的 这个也是大家都学过的嘛 我觉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啦 但是我们不凡再讲没关系 比如说我见就有我所见 我爱就有我所爱 那详细讲就不用了 那么我见里面 比如说我见 那我见里面又分出跟细 就分别我见 巨神我见 又可以这样分 那我所见 那么我见里面 也可以这样分 那自体见 自体爱 主要可以分两个 就是阿安静里面讲的 四爱或三爱 自体爱 自体爱跟什么爱 自体爱跟什么爱 那不是 不是自体爱讲错的 我见 就是一 一自体 这个也可以是 这个是自体爱对的 自体 见 见 我见就是见 五印身心是我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个其实可以分四种 那么 跟我爱贯通的话 我见一定有我爱 那么这里可以讲 有自体爱 那么自体见 所以有自体爱 那么 这里又可以怎么样 有后有爱 那么 加起来就四爱 后有 那么 自体爱就是 认为五印是我 那么希望未来的我 一直永恒相续 那么这里就变成什么 如果从爱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自体爱 这个是后有爱 这个是以我见而有的 那 我所爱 就是比比喜乐 喜滩俱行 那就变成四种爱 那分开来就是 我见我爱 比比喜乐 所以他前面讲 余色爱喜 有没有 他其实是包含 我见我爱 那么 比比喜乐 跟喜滩俱行 比比喜乐 喜滩俱行 那这个是 对现有的 现有的 殊胜的 好的 那么我们贪恋 这个是对没有的 去渴求 这个是对现有的 身心贪恋 这个是对 未来的身心渴求 那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是 对现有的法 清楚 对过去 所学的法 对现在所学的法 没有疑惑 对过去 所学的法 不会忘失 那我们要这样做 那么你了解了之后 那么你就知道 那断三节 这个不讲 这个 这个我们就不讲 那么断三节 最重要的 就是断我见 那么我见 就会有我爱 那好 那我们就来看 那我见 要怎么断 其他两个是什么 借进取跟疑 对 借进取跟疑 借进取见 跟疑 那么借进取见 是什么 非因 即因 非果即果 方法不对 观念不对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方法 我们说过 修行最重要 要掌握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正确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修行三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是正确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相应 就是你适合 适合 就是跟你相应 适合你的 正确 但是不一定适合你 你可以修不经观 可以修属习习观 可以修安纳伯纳 但安纳伯纳比较适合你 或是不经观比较适合你 不一样 那么修定 适适合风 这有很多种修法 哪一个比较适合你 找到适合你的 你吃饭也可以 吃面包也可以 吃粽子也可以 但是你胃不好 不适合吃粽子 你要吃那个饭 就找到你适合的 但这个都可以吃 都可以修 正确的 要适合的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你们都还给我的 第三个就是纯熟 要相续 要不断不断 一次又一次 要贯通 要了解 就这样嘛 所以你看 接近去 你先错误的 你有错误的方法 错误的观念跟方法 非因寄因 这样 修到这样不是解脱 你却认为这样是解脱 那个叫做非果寄果 这样的方法不能解脱 你却认为这样的方法 可以得解脱 叫做非因寄因 那我们现在很多都是 非因寄因 那么认为 认为持个什么咒 盖个往生背 就可以往生 这个都是非因寄因 那见到 见到花啦 见到光啦 就觉得自己已经解脱了 非果寄果 有些出生的境界 就觉得 哇 自己已经到了什么境界了 非果寄果 非因寄因 非果寄果 这个要先断 这个不断 不能断我见 比如说像 像 像 很多人会觉得 我这样修 见到清净自信 见到清净的我 见到阿拉远 这个基本上 从佛法的阿拉远经来讲 就是非果寄果 那么这样不是解脱 你有见到一个自信 见到一个自我 见到一个清净的我 见到放我 见到神我 见到白近世 这个你都不是 凡有所见 就是希望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凡有所见 皆是直取 那么所以就皆是我见 凡有所见皆是我见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那你没有了解这个道理 你会觉得 这个就是真实 那么错误的 第二个就是语 对错误的 错误的观念跟方法 你没有去除 那么正确的 疑是什么 对四地有疑 就是这里 刚刚这里在讲的 苦极灭道四地 对于苦极灭道的方法 不如实之 那么对正确的方法 你没有掌握 你不明白 不清楚 阿比达姆就清楚 那么摩丹尼家就明白 就知道这个刚刚在讲什么 讲什么 那你又贯通 那么基本上 你对正确的方法 疑就是对四地有疑 就是这里的苦极灭道 你不如实之 其实就讲这个 那你就不可能怎么样 断我见 所以断三截看起来是三个断 不是要先断这两个 这两个断 他们就一定可以断 一定可以断这个 这两个不断 这两个不断 这个不能断 所以他都要告诉你要如实之 苦极灭道 那你这个叫做不如实之 你这个是不如实之 那这个如实之 苦极灭道 那未换灵 你这个是修行的过程 未换灵 那其实是这样 诶 时间到了 我先看一下讲到哪里 那这里是讲到 我们先把这里讲一下 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 色灭 色灭 爱洗灭 色灭道鸡 那么就是八正道 那么四圣地八正道 那么这个四地八正道 四圣地就是在讲八正道 四圣地其实就是 有因有缘世间起 有因有缘世间灭 也是在讲缘起 也是在讲中道 那个道 苦极灭道的道 就是八正道 四圣地苦极灭道的道 就是八正道 所以也从这个地方知道 他前面的色是讲苦 那极是讲什么 我爱我见 苦因 苦的根本因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知道他这个极灭 那道 是八正道 好 那后面 未换礼 我们下午再来说 因为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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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